2012年8月初 慈臣嘉参仁波切 从青海省斑马县 来到华智仁波切 与堪布昂琼传法的地方 四川神让唐靖泪 为齐寝已久的四众弟子 开示佛法 一路上道路崎岖 车队经历了黎石流 与小型山脊滑坡等 但仁波切 克服了种种困难 来到这里 在有108座小佛塔围绕的草原上 为当地信众传授佛法 当年华智仁波切 与堪布昂琼来到壤堂时 首先便到这里传法 所以仁波切 也按这样的传统 来为当地信众传授佛法 随后 仁波切又与当地信众 一起供养了护法神山 也许在我们凡夫眼里 仁波切又去了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度众生 但是 在仁波切的内心 却横实处于第四十的大平等境界中 不动一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